同样是别人的安全有人可是完全没有放在眼里 日前在贵州客车司机王师傅在运用途中因为拒绝一名女乘客在高速公路上下车 结果被对方是连打代骂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监控画面 王少伦驾驶的客车是从修稳线发车到贵阳白云区的 当客车行驶到中间的沙子哨加油站附近时 王师傅提醒要下车的乘客准备下车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听到这位女乘客说了要下车 但声音很小王师傅说她并没有听见 而且这名女乘客也没有站起来做好下车准备 另外车上所有乘客的票都是买到终点站的 于是客车没有停下继续往前开 我们当时没听到人回答说加油断下 驶离沙子哨站点后女乘客提出要下车 王师傅拒绝了她的要求 那边高学功能在我们的命运里面不能上下车去 说让我说不能下 后来她就开始就撕打我了嘛 抢风仰办了嘛 抓我了嘛 你不要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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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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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抓我 我说去 我说去抓我 这名女乘客回到座位 一边抽烟 一边打起了电话 到达终点后 女乘客又叫来交警 说驾驶员酒驾 交警又来又来测试我的这个酒精含量 我不得喝酒 你没有了 今天 睡得完整啊 等消息在这里 我们要过来回来 哎呦 咱们快去下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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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记者赶到时 这名女乘客已经离开 为了进一步核实具体情况 记者多次联系这名女乘客 拨打她的电话 却始终无人接听